宮廟走廊突然冒出濃煙 沒幾秒鐘時間 整個監視器畫面都被黑煙溶罩 青虎點疑似在鎮店的光明燈 鑽絨過後 三十尊神像包含主神 彤彤燒毀 室內漆黑一片 廟方人員進入巡查收走金牌 地點在彰化鹿港淪尾夫人公 二十二號晚上剛好舉行奇安大典 要慶祝建廟四十五週年 活動結束後疑似電信起貨 當時里長正好睡在辦公室 還好沒有人員傷亡 同一時間彰化河美也發生火警 四層樓透天錯 二樓被火車吞噬冒出濃濃黑煙 這是一棟工廠宿舍 裡頭三十三位外籍移工急著逃命 其中四位男性被火吻 兩位傷勢比較嚴重 一人四肢顏面燒燙傷 預防性插管 另一位全身有將近90%燒燙傷 開刀搶救中 起火點的部分 疑似在二樓的後方的寢室部分 外籍移工初步避難的部分 會跑到隔壁的鐵皮屋頂上面 消防出動雲梯車 布水線罐只有控制火勢 依早火吊殼也到場 要釐清起火原因 凌晨的兩起火境 嚇壞民眾 也讓消防人員疲於本命 記者 陳瘋陽俊傑 李雲傑 帳號報導